美帝骑士千万见 最最奇听我念 大家好 我是你们懂乐 一个听懂听不懂都要假装懂了的正经女主播 欢迎来到今天的美帝奇闻榜 第一条 今日份最八卦 这盖茨离婚还有隐秘的真相 现在的当红辣子瓜 盖茨夫妇离婚排第二 估计呢没有人敢排第一 美国在线旗下的一个娱乐新闻网站TMZ 六日呢公布了更多的细节 报道中写道 盖茨和妻子梅琳达的离婚不是一次友好的分手 他们在几个月前就决定不一起过了 原计划呢在三月份就公布离婚的消息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呀 梅琳达以13.2万美元的价格 在格林纳达租了一个岛 让他们的三个孩子和其他重要的人都来到岛上 除了比尔盖茨 福克斯新闻说 梅琳达此举呢是为了躲避媒体的密切关注 报道说呀 家人们早就知道两个人要离婚的消息 而几乎所有的家庭成员都站在梅琳达的一边 他们对盖茨非常的生气 这也是为什么他没有被邀请上岛的原因 TMZ呢还总结了两个关键点 第一 盖茨和妻子梅琳达的离婚并不是一次友好的分手 梅琳达和多数家庭成员都对盖茨做过的各种事情感到生气 其次呢很明显这场离婚已经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 最终他们似乎几乎达成了财产上的和解 而律师们已经为此工作了几个月 说到律师 这大佬离婚嘛 当然少不得聘请一些天价的律师 比尔盖茨和梅琳达各自组建了律师团队 进入财产分割的进程 巧合的是 两人启用的呢正好是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 2019年和前妻麦肯吉离婚时的两位律师 比尔盖茨的律师是泰德·比尔贝 在贝佐斯离婚时呢 曾经协助贝佐斯的前妻史考特 进行离婚财产分割 梅琳达盖茨的离婚律师是谢力安德森 此前呢则是在贝佐斯的律师团队当中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有趣 这两位律师的角色在这次离婚答案中 恰好对了个调 更加巧合的是 两位明星离婚律师的官方网站显示 两人办公地点都在同一间 位于华盛顿州贝尔维尤的办公室中 这比尔盖茨和妻子梅琳达三号的时候发表了联合声明 宣布两人要离婚 声明表示啊 离婚以后两人将继续共同从事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工作 声明中写道 经过深思熟虑 两人决定终止婚姻 两人结婚27年 育有三个孩子 并建立了一个致力于让所有人都过上健康富裕生活的基金会 离婚以后呢 两个人将继续共同从事基金会的工作 声明请求外界尊重他们家庭的空间和隐私 现年65岁的比尔盖茨和56岁的梅琳达在微软公司相识 1994年的时候走入婚姻的殿堂 1995年到2007年 比尔盖茨连续13年保持世界首富的头衔 2000年 比尔盖茨将名下的一个健康基金会和一个图书馆基金会 和并为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呢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基金会之一 主要致力于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领域的慈善事业 这话说回来呢 算上比尔盖茨夫妇世界排名前五的富豪中 除了这脸书创始人兼CEO小扎以外 其余呢全部经历过离婚 2019年1月9号 世界首富电商巨头亚马逊创始人CEO杰夫贝佐斯 宣布和妻子麦肯齐离婚 结束25年的婚姻 目前位列全球富豪榜第二的法国奢侈品巨头 路易威登老板贝尔纳·阿尔诺 1990年的时候和妻子安娜离婚 次年呢又和加拿大钢琴演奏家海伦娜·梅西埃结婚 特斯拉创始人CEO马斯克 在2016年1月2号的时候 宣布和当时的妻子英国女演员莱莉离婚 并以现金和其他类资产支付对方总计1600万美元 这有钱人离婚呢也是相当的贵 第二条 今日份最争议 担心三岁的残障儿童在航程中摘掉口罩 新南航空将全家赶下了飞机 据纽约邮报6号报道 因为担心一名患有感官障碍的三岁儿童 会在飞行中摘下口罩 这新南航空公司呢就将一家人全部赶下了飞机 凯罗林斯科特来自科罗拉多州诺斯格林市 他在4月30号飞往佛州之前 向机组告知 他现年3岁的孩子奥瑞恩有感官障碍 由于担心 这孩子可能很难在航班上全程佩戴口罩 他提供了奥瑞恩的医生提供的医嘱 奥瑞恩的家长说 孩子当时在座位上系好了安全带 也戴着口罩 这时呢西南航空一名员工突然对他们说 你们必须下飞机 机长对你们一家人在飞机上感到不适 斯科特说 我们不是因为个人行为被赶下飞机 而是因为他们先发制人 认为奥瑞恩可能会摘掉口罩 我们才会被赶下来 奥瑞恩才三岁呢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要求所有两岁及以上的乘客配戴口罩 斯科特非常的愤怒 他说 航空公司没有同理心 我们感到被羞辱了 这件事令人痛苦和羞耻 我们认为 提前诚实告知我们的情况并没有错 但我们却因此受到了惩罚 新的航空已经在一份声明中向斯科特一家致歉 该公司正在考虑 对因为残障而不能安全配戴口罩的旅客 免除口罩限制 在被赶下飞机的第二天 这家人以1700美元的价格 预定了联合航空公司的航班 但是这一次 他们没有通知航空公司奥瑞恩的病症 航班起飞时并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 而在这一事件发生的两天前 新的航空拒绝让爱荷华州的一个家庭根基 因为他们5岁的自闭症男孩不能佩戴口罩 第三条 今日份最吓人 新兵持枪劫持18名小学生 长达一个小时 5月6号 南卡州的一名新兵持枪劫持了当地的一辆小学校车 该嫌疑人目前已经被逮捕 相关的调查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据纽约每日新闻6号报道 这名嫌疑人来自捷克逊堡军事基地 当天 他携带步枪登上了一辆小学校车 并将司机和18名儿童扣为人质 挟持时间长达一个小时 警方称 这名嫌疑人之后让所有人下车 又自己开着车驾驶了一段路 但最后呢 汽车而去 据信 这次劫持事件中没有相关人员受伤 但是校车上的儿童和他们的父母 明显受到了惊吓 嫌疑人在挟持车上人员时 还穿着军装 他当时正值接受军事训练的第三周 并在当天早上7点左右擅自离开岗位 其他新兵在大约30分钟后 才发现有人失踪 随后呢通知了教官 警方发言人称 这名嫌疑人在77号洲际公路上试图搭车 随后跟着一群儿童上了校车 上车以后 他让司机载他到下一个城镇 还自称不会伤害任何人 对于这个事件 捷克逊堡基地指挥官比格尔说 这名新兵手中的步枪里没有弹药 而他只是想要回家 三周以来 我们确实看到一些士兵在初期出现了焦虑 因为他们和家人分离 所以想要回家 我认为 这就是他的真实意图 仅此而已 该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和具体指控 人未公布 相关的调查工作呢 还在进行之中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美的奇闻榜 全部内容 刀刀刀刀 刀比刀 刀完今天 刀明天 我是你们的董乐 明天的美的奇闻榜 等你来哦 记住cje